好,那就是老师很常问到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要做问答题 那问答题的话呢 我们通常要准备题目跟答案 那在Squitch里面要做清单 刚刚那变数是单一个数字 那清单它是一张列表 一张表 所以你就做一个清单 叫做题目 然后再做一个清单 叫做答案 那这样就会有两张表 那这两张表 你只要那个号码是对应的就好了 所以比如说我要加一个题目在上面 那它有一个小缺点 就是你回答的答案 都要跟里面的字是一模一样 它才算对 才算对 那所以呢 你最好是设计成选择 或者是那个 如果是填空的话 最好是专有名词 这样那名称才不会比较 因为比较笼统的它就算错 要一模一样才算对 它的笔根就这样 比如说那你如果回答Y Y就是有 N就是没有 这题目到时候是都可以隐藏的 只是我们设计的时候 那答案 答案应该是Y对不对 大小写也不一样 所以这边小写这边就要小写 好 那你就自己出题 然后一题对一题 然后呢 所以我们在这边 我们就可以直接去问 去问这个题目 那问题目呢 它是把清单 就是那个列表 这个清单里面的东西把它抓出来 那里面的东西在哪里 应该是这个吧 我很久没用了 好 这个就是题目列表里面的第一项的内容 所以我们如果要显示它呢 我就直接用说 外观直接用说 然后把它丢进来 我先试一下 有啊 好 来个五秒好了 所以一开始我就问问题 然后它就会回答嘛 对不对 我们就会回答 那回答呢 在这个地方 电脑里面的回答在 应该 不好意思啊 再换一下 不是用说啦 说是单纯的表白而已 没有 不能回应 这里的 侦测这里的提问 才可以回应 所以你用提问 然后把这个字放进去 那这个字如果很多 你可以用组合 组合这边 这边有那个字串的组合 合并什么跟什么 你可以一直叠 就可以组合一些变数啦 文字 产生一个句子 比如说 你要做一个应用题 他要问场宽高多少的正方形 可以面积是多少 用这个去组合 好 所以我就用这个提问 那你用这个提问的时候呢 它电脑会等你回答 那你回答的答案 就会从这个地方跑出来 就会从这个答案被抓出来 那所以 我们就要把它放进一个 就要把它拿来做比较 好 那我先增加一个变数 不用增加变数 直接用它就好 这个是你回答的答案 那我们要跟资料库做比对 对不对 那资料库做比对呢 我们一样是用这个 然后可是你是从答案里面抓的第一项 这两个要做比对 所以我就让它去做运算 如果这两个相等 所以你有两种状况对不对 两种状况用如果否则 所以如果比对这两个东西一样 那我就说你答对了攻击 好那同时你可以录个印吗 你答对了好棒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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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然后就在程式顺便跟它过回音 好那如果答错了呢 好就说答错了 不要打击信心 请它再次一次 好然后再换个录音 再加个录音 刚刚这个是Yes 改一下 这个是No 好录音 好可惜哦 再来一次 好可惜哦 再来一次 好可惜哦 再来一次 好 那是在这一个 这个上面 好 那这个是N 好所以我回到程式这边 你看他刚刚自己会跳 你看我改好名字 他自己跳多好 好那答错就拨N 好 那这个 所以你提问问题之后 画面会出现一个等待 等待你输入答案 那你输入答案完之后 他就会开始做比较 就会往下做比较 好 那如果呢 你让他一直 好那这样就结束了 这样就结束了 好那我们先这样子 好那我把它隐藏一下 这里有一个隐藏 你可以把这个够够拿掉 你也可以在层次里面做处理 好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一开始 他就问说 邱老师今天有没有上课 那yes就是有 N就没有 那所以我回答 Y按Enter 你答对了好棒哦 好那我再执行一次 好我如果答N 好可惜哦再来一次 好这是最基础的问答题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有很多题目要处理 好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我总不会在这边一个一个慢慢打 那是很辛苦的事 那我们其实就是用贿入的方式 那怎么贿入呢 好很简单 你就开个文字档 好按右键新增一个纯文字档 好文字文件 然后不管你从康轩还是从哪里 把那个题目抠过来 我随便抠一下 我随便抠几个字代表就好了 好我再扣两个一句 我可以扣啊 这边可以扣啊 好不要关了 我乱问啊 好然后再扣一点 好我随便然后不管了 我扣兩筆去 我再弄個第三筆 再弄個第四筆 好 假設你題目 答案也是一樣的方式處理 好 你就把它存檔 那儲存的時候呢 請你注意 有一個地方要注意 因為它那個Squatch有萬國語言 所以你不能存 Big5 的檔案 你編碼這邊要存 UTF8 UTF8就是現在幾乎網頁上都是這個標準 所以你用萬國碼 這個地方是唯一要注意的 如果你存不對 等下匯進去 那個字會是亂碼 所以這個地方把它存對就好 存不存 那所以我在規矩這邊 我直接按右 在這個上面直接按右鍵 可以用匯入 然後再桌面 剛剛那個文字打 好 這邊 開啟 它就跑進來了 所以你就可以到處去蒐集題目 然後只要用這個方式 就可以匯入進來 那答案就要對應到 對應到 就是這一題要對這個答案 這個題要對這個答案 然後這個部分是匯入進來的方法 然後你還要加亂數出題對不對 所以你要做一個變數 那個變數就是第幾題這樣 然後你就在這邊 你要每次要提問的時候 你就先跑一個亂數 隨機選一個亂數 然後就抽那個亂數的題目 第幾號題目 第幾號題目 然後去做比對 這樣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吧 那我們今天 因為時間不夠 所以就不詳細做這整個東西 那各位去體驗一下基本的 問答題是怎麼做 你就可以把你的教材 設計成這個東西 那包括那個什麼九九乘法 也是用這種 這種概念在做的 一個是電腦算的答案 一個是他回答的答案 兩個去做比對 就大概是這樣子 好 各位試一下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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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說 吃